我們待會兒要做一個所謂的製造氧的實驗 這個實驗裡面有一個重點叫做收集我要產生的氣體 我們收集氣體有哪一些方法 至少有一個是我們講過的重點的方法 哪一個是我們教過的重點 排水集氣法 我們還有一個向上排氣法 還有一個向下排氣法 重點是那個排水集氣法 排水集氣法的意思就是把水排掉收集氣體 這叫做所謂的排水集氣法 本來那個罐子裡面裝滿的都是水 罐來都是水 然後呢 氣體跑進去 然後把水趕出來 你就收集到氣體了 這叫做所謂的排水集氣法 排水集氣法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限制 排水集氣法的優點是收集的結果非常的乾淨 原來都被水沾滿了 然後氣體跑進去把水趕走 那都是我要的氣 收集的結果比較純淨 而且你看那個水面往下跑 所以你會知道你到底收集了有多少 有是不是完 所以呢 很容易就可以觀察了結果 這是我們的優點 可是呢 它有一些限制 僅限於難溶於水或略溶於水 就是不太溶 有點溶又不會太溶的 然後且不按水作用 你們在參考書 大部分都只有寫前半段 叫做難溶於水 甚至有人會寫不溶 其實不用不溶啦 有點溶也沒有關係啦 只要不會太溶就好 OK 難溶於水 還有一個叫不按水作用 它只能夠用在難溶於水結 不按水作用的氣體上面 其他的就不行 那麼如果不是的話 會溶於水交我們後面交的什麼 向上排氣板或者是向下排氣板 那麼我們基本上我們國中教你什麼 二氧化彈氧氣啊氫氣啊都可以用排水及氣板 這裡面二氧化彈最會有 氫最不會有 不過沒有關係都溶的不多 我們都是用排水及氣板收集 可是我們在八年級的下學期 教過你 有兩個玩意兒 極易溶於水 不可以用排水及氣板收集 二氧化彈氧跟胺 二氧化彈氧跟胺 他們都極易溶於水 不可以用排水及氣板收集 他們的重要性質你要記住 所以可以來做噴泉實驗 不只要講這話也會勾起你的回憶 排水及氣板要注意什麼事情 需要要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 一開始的氣體是 裡面原來的空氣不要收集 一開始的氣體是原有的空氣不要收集 第二個事情是 如果氣體產生太快呢 將導管從水中拔出 不是去拔那個鏡頭漏洞 是把導管拿出來 就是那個實驗的重要事項 這個也就是我們以後再教什麼 製造氧氣 製造二氧化彈的時候的實驗的 注意事項 就是讓各位理解 要曉得什麼叫排水及氣法 要知道排水及氣法的限制 然後呢 還有剛才講的兩個實驗的注意事項 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 以及如果產生太快 要將導管從水中拔出 OK 那如果氣體無法用 排水及氣法收集 我們就有一個叫做向上排氣 氣法 向上就指的是平口朝上 平口朝上 叫向上排氣法 氣體灌進去 然後呢 這樣收集起來 這是用在 我們的密度比空氣大的 比如說氯化氫 我們剛才講過氯化氫 極易溶於水 還有像氯氣 氯氣 氯溶於水會形成氫氯酸跟氏氯酸 都跟水作用 這樣的話才做 那問題是什麼叫做密度比空氣大 你怎麼知道它的密度比空氣大 看分子量 空氣的平均分子量大概 28.8左右 所以如果你的分子量比28.8大 你就是表示你的密度比空氣大 那你就要用向上排氣法 那如果你的密度比空氣小 它就用所謂的向下排氣法 平口朝下 平口朝下 然後呢 向密度比空氣小 我們剛才講那個氯 氯 它就是用所謂的向下排氣法 當然這個方法 第一個講過了 收集的不純淨 裡面仍然氣體 外面在灌氣體 氣體會互相的混合 所以不純淨 第二個 如果你灌的是無色的氣體 瓶子是無色的空氣 灌進去跟無色的氣體 灌了半天也不知道你灌了有多少 你不知道有小的 如果沒有辦法 就是所謂的向上排氣法跟 向下排氣法 如果無法使用 排水級氣法的時候 我們就使用這兩個方法 OK